那派那些同事真是很好笑的 例如郭家麒 她真是不知道那丑字怎样写 跟香港人作对她说 她自己看看挡住那些拨款 这样就叫对得住香港人吗 四月份如果整个政府停摆 现在讲的是疫情 疫情是够忙够急 所有人各韩各业 现在水深火热的 跟我说挡住那些拨款 她叫这样就对得住香港人 还口口声声说怎样帮市民 真是不知道那丑字怎样写 另外主席 我都想说就是 有时我真的很佩服公民党 为什么我很佩服他们呢 公民党的杨河桥今天提到 纵容包庇 纵容包庇 我真是想请问一下她 她公民党那个刘家恒 整个这样的蓝丝与狗不得内进 玩到这么开心 玩到全个社会激起了公愤 不见她公民党有半句出声去处理下的 真是哪个纵容包庇呢 还有我有空我都提醒一下这位 这么伟大的公民党的党魁 有空提一下自己的党友 漂白水的用途呢 就是拿来消毒清洁 就不是拿来伤人的 做了这些工作才能行 主席 我觉得在反对派今天提出这个宗旨 无非就是在香港无风起落 在今天这个疫情这么严峻的环境下 各韩国业水深火热 它依然要做完所有的动作 包括今天提出这个宗旨 包括今早早 它作出点算法定人数 去搞楼会 今天打了很多次钟的了 是刻意这样不出席个会 去制造楼会 去挡住这个部分的通过 然后赖人家 赖政府 赖我们建制派 这种叫做赖人文化 跟Donald Trump没什么分别的 最近Donald Trump在他的演说上 一见到新冠肺炎去到美国 他不是想怎么解决 他第一句就说 这些就是中国的错 这样将个波 将个责任 赖到中国 赖到其他人那里 这些就是赖人文化 所以大家看到 今早早 我们要讲清楚的道理 反对派就是这样 他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他不断地将责任 推射给其他人 赖到其他人的身上 包括今早早 他们去搞那些所谓楼会 大家要认清楚 我今早早坐在那里看着 整个会议厅就是一个人 一个反对派议员 就是在这里 所有的人都不会进来的 他们也都不会 他们刻意不出席那个会 然后去制造这个楼会 然后将责任推射给其他人 但我们要问清楚 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 如果他们去做这些这样的楼会 叫做对得住香港人的 这些是什么逻辑 四月份如果今天的撥款 临时撥款在不获得通过的时候 全国香港社会会再进一步停摆 现在疫情已经是很严峻了 他还嫌香港不够死 还要加多一脚去整理 将那些撥款去停了 去搞楼会 然后将责任推给其他人 这些就是反对派的 赖人的文化 是赖人的一种方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讲清楚这个道理 反对派只要害香港而已 今天这么差的环境 还要加多一脚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可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